5月21日,郑凯珊的一张本跑把史上最全合影,表白跑男团,本来是件很暖心的事儿,但当小编看到网友评论的时候,惊呆了。 有讲baby总站中间的,还有讲邓超不尊重语性的,他应该跟热巴换个位置的。 更觉得是,有网友讲baby是公主服,而热巴居然是恶毒王后服,这都能思起来,小编真的是服了。 总结一下,自从baby回归奔跑吧,网友为他两个撕了多少次了,比如baby发个照片说,秒胖,却被解读为秒杀胖敌。 逼得baby不得不出来解释,我也会认真考虑一下,把双下巴养肥了,可以秒杀所有人的双下巴。 陈鹤发合影,里面没有热巴只有baby,又引发一场私逼,逼得陈鹤又出来解释,还有的同学没到哈。 热巴发文说,感谢这段旅程为自己留下的美好回忆,于是网友以为热巴走了baby回归,又撕起来了。 其实,小编觉得,粉丝脑补跑男团排挤热巴,反而为热巴招了不少路人黑,其实真心没有必要,节目组有节目组的打算,而网友在场外撕逼,不但帮不了热巴,还会得罪一些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